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重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欧盟的最新动作 欧洲议会将在这个星期二进行投票 决定是否通过一项新法律 旨在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虽然这项法律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但是很明显它是针对中国的 尤其是涉及到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产品 这项动作可能会让欧盟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接着我们转向美国 看看美国政府正在针对中国的哪些行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 可能会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以阻止中国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 这一行动被看作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施压的一部分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在非洲的动向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和民建联主席陈克勤等人 近日拜访了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并与新任驻港特派员崔建春会面 崔建春鼓励香港工商界和民间前往东盟和非洲进行交流和考察 显示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非洲发展仍然重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可能的影响 欧盟将投票立法禁止中国强制劳动产品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将于星期二 4月23日投票通过一项新法律 来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这项法律明显针对中国 有可能会加剧于北京的紧张关系 这项法律虽未直接提及中国 但许多立法者希望它能被用来阻止从中国进口 涉及为乌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强制劳动产品 据人权组织表示 至少有100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少数民族 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被拘留 并面临广泛的虐待 包括强迫妇女绝育和强迫劳动 美国国务院本星期发布的 2023年各国人权实践报告更指出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乌尔族 以及新疆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这项法律的草案文本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投票 获得欧洲议会通过后 经由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批准后正式成为法律 目前欧盟已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工具 包括对中国政府支持的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科技领域进行反补贴调查 最新的法律旨在从欧洲市场上根除强迫劳动 根据规定欧盟国家可以移除被发现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 以及在欧盟制造的使用了强迫劳动的外国材料制成的产品 欧洲议会议员玛丽亚曼努埃尔 莱陶马克斯 玛利亚曼威尔 叶桃马克斯 表示 对于我们的联盟来说 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作为在倡导价值观方面 应该是全球捍卫者的联盟 我们不应该继续在我们的商店里进口和销售那些 在供应链某个环节中以血泪制成的产品 它一直推动该案文本 在议会获得通过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 2021年约有2760万人被迫强制劳动 其中超过330万人为儿童 且从2016年到2021年 从事强迫劳动的人数增加了270万人 新规定还赋予欧盟委员会 在对欧盟以外国家的供应链存在怀疑时 可以启动调查的权利 如果证实使用强迫劳动 官员将在边境扣押这些产品 并下令其从欧洲市场和线上零售商撤出 如果风险存在于某一个成员国 该国的地方当局将调查 涉嫌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 对于一些被认为存在风险的商品 进口商将被强制提供制造商的详细信息 欧盟还将建立一个定期更新的 关于强迫劳动风险的数据库 其中将包括国际报告 以帮助委员会和国家机构 评估可能的违法行为 欧洲议会议员莱陶马克思 也敦促与欧盟的合作伙伴 像是与美国进行紧密合作 以防止被一个国家封锁的营运商 将其强迫劳动的产品销售到其他地方 这部法律最早在2022年提出 今年3月欧盟各国谈判代表 针对这项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法律 达成协议 不过批评者指出 这项法律的作用 并不像美国通过的法律影响那么大 美国国会在2021年禁止所有从新疆进口的产品 除非该地区的公司能够证明 其生产不包括强迫劳动 自2022年6月起 美国开始实施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阿佛普针对中国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 采取了更严格的规定 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微芯片 曾遭到美国拒绝入境 因被怀疑有来自中国强迫劳动的部件而受到检查 据美国海关河边境保护局CPP的数据显示 2023年 越南是向美国出口最多 iFoppa所涵盖产品的国家 超越了中国 专家分析 从全球汽车产业到太阳能行业 都发现仍和新疆强迫劳动 存在着大量关联 分析人士表示 只要市场的需求面够大 就会有人愿意冒险 而企业也会运用包括 清洗生产履历等 各种方法来逃脱美国严格的法令的限制 此文参考了法新社的报道 报道 美国正起草措施 对付中国的银行 援助俄罗斯对乌战争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 4月22日 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 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 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 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美方官员希望此举能阻挡北京 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将于星期三 4月24日 其访问中国 在布林肯第二次访华之际 美国警告北京 不要向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协助 上周 布林肯在七国集团 G7部长会议后 批评了中国对俄罗斯 国防工业的支持 布林肯指称 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 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 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要素 和零部件 帮助俄罗斯重建了 因制裁和出口管制 而削弱的国防工业基础 报道称 制裁措施 是为了增加布林肯访华的筹码 美国官员希望一些中国银行 应可能失去取得美元的渠道 以及与欧洲贸易关系恶化的风险 从而说服北京当局 改变其立场 报道又指 若外交手段无法说服 北京限制其向而出口 对银行实施制裁 是一种升级选择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延续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愈加密切 虽然还没有证据显示 中国像伊朗和朝鲜一样 向俄罗斯直接提供致命武器 但西方对中国援助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越来越担忧 并一再发出警告 根据美国最近的一份评估 中国向俄罗斯出售的机床 微电子和其他技术 近几个月以来大幅增加 莫斯科则利用这些技术生产导弹 坦克 飞机和其他武器 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 最近几周 美国官员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 向中国方面警告称 华盛顿随时准备 对处理此类军民两用货品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 采取行动 不久前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长 珍妮 耶伦 Janet Yellen 在其访问尾声时 向中国的银行和出口商发出警告 如果帮助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华盛顿不会放过你 耶伦说 任何促进将军事或军民两用商品 输送到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重大交易的银行 都会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科特·坎贝尔两周前表示 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支持 将使美中关系的稳定受到威胁 我们已经直接告诉中国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将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坎贝尔说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对在国际上经营的银行来说 切断其获取美元的能力 是美国对抗金融机构的最终武器 不过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中国和俄罗斯更多的以人民币 而非美元进行贸易 这可能减轻两国经济 受到美国可能升级之制裁的影响 此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华府传制裁助额 中国银行业者从全球金融体系中剔除 自由亚洲电台 华尔街日报 周一 22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正在严拟制裁措施 威胁要将部分中国的银行 从全球金融体系中剔除 使其无法使用美元支付结算系统 以阻止在商业上 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支持 华府最近加强对中国施压 警告准备 对协助中俄民军两用 货品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 采取行动 报道称 切断中国银行业的美元交易 影响力较针对个人及企业的 一般制裁更大 足以迫使银行倒闭 故通常被用作最后手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即将访华 有分析认为 布林肯此行 主要是警告中国 停止向俄罗斯提供制造武器的关键组件 为会谈难忘有突破 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立场 致力于劝和促谈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俄开展正常经贸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干扰 中方坚决反对 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单边制裁 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耶伦随时准备好采取行动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本月8日在北京接受 CNBC主播艾森 Sarah Eisen 访问时说 如果我们看到重大违规 特别是金融机构违规的话 我们随时准备好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 去年12月颁布新行政命令 赋予财政部长职权 制裁协助俄罗斯军事工业的金融机构 耶伦当表示 中国有权与俄罗斯维持关系 在美国眼中 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 多半没问题 但北京若提供军事援助给莫斯科 就可能会引来制裁 编辑 李向阳 台北 报道 网边 陈浩南 新任驻港特派员 务民建联议员 鼓励港人到非洲考察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 连同民建联主席陈克勤 立法会进出口 借议员黄英豪等 周一 22日 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拜访刚履新的驻港特派员崔建春 明报引述黄英豪表示 崔建春称会全力支持本港工商界 及民间前往东盟交流 又为非洲发展十分重要 鼓励到当地考察 公开资料显示 崔建春是工商管理硕士 2011年转往外交系统前 属技术官僚 曾在中国和工业集团任职 其后先后出任中国驻科威特 规亚纳及尼日利亚大使 上月底发表 中你有一只树长青的离任署名文章后 转至香港 报道称 黄英豪提及 一直推动香港与一带一路的国家 例如东盟时国加强联系 为特区政府驻外经贸办覆盖有限 他提出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协助 包括为本港工商界牵线 崔建春则回应 如香港民间组团前往东盟考察 将全力支持 并鼓励民间赴当地考察 公署亦可协助 非洲中国劳工数目骤降 不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部署的 一带一路倡议规模正在缩减 致使赴非洲的中国劳工数目骤降 美国之音 VOA上月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5年在非洲的中国劳工 总数为263696人 达到高峰 到了2022年仅剩88371人 有研究归因 是受新冠疫情影响 但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 ODI研究员陈云南 Yunan Chen 说自2022年以来 一些建设可能已经重启 为中国资助的项目数量 多年来一直在下降 过去几年对新项目泼了冷水 报道又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报告指出 原本前进非洲大兴土木的中国建造业 2015年 于当地获得的营收达到高峰 其后逐年递减 至2021年 降至370亿美元 较2020年 还减少3% 中国大洒币 推动一带一路 但经常被批评为能帮助非洲创造就业机会 或提升当地人技能 即使雇佣大批当地员工 也大多是基层打杂 高级职位常留给中国人 法广引述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指出 北京当局任命驻港特派员 是要配合中国治港政策 和香港现阶段的对外需要 崔建春出任特派员是因为北京现实需要团结亚洲 而香港则要吸取中东和一带一路资金 他说 北京日益发现 区内国家在美国影响下 即使有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和亚洲国家只是在经济上扣紧 军事等其他范畴 则靠向美国 另外 亚洲国家已对中国的强大感到忧虑 倾向保护本国利益 所以要加强团结区内国家 崔建春在亚非拉的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 对此可作对应 编辑李向阳 台北 网边 陈浩南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